財經專家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靜庭 今天我們請到了財經專家鵬哥 哈囉鵬哥 來 靜庭早 MOSAFEE的缺貨潮來襲 那富頂有望受惠 其他相關類股呢 鵬哥 我們要告訴大家 昨天在盤中有一個很好的現象 在我們MOSAFEE最近的一個概念股 很夯 然後主要鵬哥是有看大宗 富頂 傑利跟尼克森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兩檔股票 一檔叫做富頂 另外一檔叫做傑利 這兩檔股票 他都有非常好的一個營收的一個反應面 但是在昨天發生一個狀況 傑利 居然在平盤之下晃了好久 但是富頂從平盤一路往上面去拉 投資朋友們就一直問鵬哥說 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今天鵬哥要告訴大家 美港是什麼 所以我們目前MOSAFEE 我們有三大 我們現在看到 他有三大的一個主因會漲的原因 第一個叫做有需求 就是我們的MOSAFEE是 跟MLCC我們的被動元件是有 直接相關聯性的 再來就是他在市場上已經有 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成交量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講技術面的一個 基本面加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一個狀況 就是告訴大家 關鍵就在於警示股 警示股這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這個影響可大了 為什麼他會影響很大呢 來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我們自卡 好 因為警示股的一個作用 主要就是要讓我們的 行情降溫不要太熱 所以他會做一個叫 分時交易的一個撮合 就是最少會有5分鐘 最長就是半小時以上都有可能 他會根據目前的一個 行情上面一個過熱 去做一個調整 再來就是他要 就是主要讓 成交量先降低 不要讓太多當衝客在這支股票 一直衝一直衝 把周轉率先降低 然後他盤中的一個上下正幅 他也會慢慢趨緩 再來就是要提高 我們的一個交易的門檻 什麼叫提高交易門檻 超過一定 金額的一個 部位的話 他會給你先預收 款 他不會讓你只用信用交易 因為現在股票 他正常狀況之下 你可以先買 後兩天之後再來做一個 用金錢上面做一個交割 再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他達到了一個預收款券 一個效用 所以他一定會降低 我們的違約風險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警示股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副頂 一樣的 他有彭哥一直在講的一個 我們講的轉折的一個信號 轉折就不外乎K棒的轉折 就V型反轉 再加上均線 我們來看一下 均線他都是有一個發散的功能 但是因為他沒有被警示 所以他比較容易輕鬆的往上帶 而且他還有帶量 就是很輕鬆就會有這樣狀況之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竭力的一個狀況 竭力 我們來看一下 彭哥這邊把它標註起來 他是被警示分盤交易的 好一樣的 在 昨天的交易日的前一天 他其實一樣也出現了我們的轉折的信號 我們告訴大家 轉折在這裡 但是他的量沒有出來 這代表是什麼 就是他被降溫了 很多投資朋友們因為 他慢慢漲 就是每 每5分鐘 他去戳一次 他覺得麻煩 那我 要做這樣子 我不如去找其他股票來做 所以他就不容易會漲 所以投資朋友 你要記住 警示股是這樣的功能 但是不代表竭力他不會漲 我們後續可以好好觀察 但是彭哥要告訴大家 昨天不是只有 富鼎跟竭力有這樣狀況之下 有什麼樣股票 他一樣也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們來看 就是我們最近更夯的 CDR的一個族群 好 就是萊德跟中環 好一樣的 萊德他有被分盤交易 他最後被殺到跌停板 但是我們的中環 哦 他其實 他是間接受惠於萊德的 因為訂單是萊德在賺 然後那個中環在旁邊吃米粉化修 你看 他居然還可以一早開 將近快漲停板的一個位置 到最後還是在平板之上 這就是分盤跟沒有分盤 分盤的一個效果 所以投資朋友們 警示股這個小美港 提供給大家知道 好 謝謝彭哥 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彭哥 Line at 財經及時通 下一次見 拜拜 拜